凡士林升級版 皮膚科醫師推薦9款 東基神救援的萬用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之前我有介紹一集女明星的 肌膚救命恩人凡士林 這集廣受好評 其實凡士林就是我們肌膚上 最好的安全蜂膜 可以保護受傷的肌膚 那如果凡士林加了一些修護成分 可以讓凡士林更升級不是更好嗎 今天我就要介紹 皮膚科醫師除了開藥之外 的9款修復型萬用霜 為什麼皮膚在冬天特別容易乾燥起屑 然後一直抓抓抓呢 就是因為冬天的氣溫變得比較低嘛 環境的濕度也比較乾 所以外面的空氣就會一直把你皮膚表面的水分一直拉走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健康的皮脂膜保護 它就會越來越乾 其實皮膚科醫師是建議啊 如果你自己會有在冬天發生這種皮膚乾癢的狀況 最好在夏天快要結束 進入秋天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勤擦保濕乳液 那皮膚如果已經開始進入那種紅啊 腫啊 熱啊 甚至有組織液勝出 就得給他去看醫生了 那除了看醫生之外啊 其實皮膚科醫師會推薦 一種含有神經吸安的保濕乳液 其實這個保濕乳液就可以幫你建構 肌膚很好的皮脂膜 那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來自澳洲的這個澳洲藥廠的牌子 叫做QV 他們有針對一些敏感性的肌膚啊 提供一些很好的產品 這支修復乳啊 它裡面就運用到了一個燕麥吸安的成分 那其實燕麥啊 如果很多有就是皮膚 有異味性皮膚炎的人都知道 燕麥這個成分其實對於一些 修復一些敏感型的肌膚有很好的幫助 它的質地啊 其實我覺得還蠻清爽的 其實很容易就被皮膚吸收 擦完之後啊 其實皮膚上就會有一種很滋潤的感覺 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乾 一擦上去就會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冬天臉部肌膚非常乾燥的人 擦這一支非常有效 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濕效果 第二個啊 我要介紹這個CeraV 也是大概最近幾年 前進台灣很紅的一個保養品 那它這個是長效修復霜 臉跟身體都可以用 它裡面也是用到了這個神經吸安的成分 而且它是三重的神經吸安 就從不同的面向幫你修復肌膚 擦完之後啊 其實皮膚啊 是有一種種霧面的質感 就是它不是 它不像是一般的那種修復霜感覺 很濕很滑 不會很黏膩很快就被吸收了 難怪這一瓶就是小孩子老人 或者是一般我們成年人都能使用 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那三重吸安的成分 也可以長時間的保濕 幫你建立一個很健康的皮脂膜 接下來啊 是這一瓶來自美國的這個 優瑟琳的身體修復乳 其實這一瓶啊 台灣沒有賣 只是為什麼會介紹呢 因為這個是我美國紐約的同事 大力推薦 因為他說紐約的氣候很乾 所以他們的同事大部分都 冬天都喜歡拿這個身體乳來擦 可以保護皮膚 那很多人會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把這個乳液厚敷在手上 然後戴上棉布手套 睡一整晚第二天 你的手就會柔軟嬌嫩到不行 它加了燕麥還有神經吸安的成分 可以很快的舒緩乾癢的部位 擠出來是比較是 感覺是厚重的一點 個人認為也蠻好推的啦 你可以大範圍面積的推 然後可以舒緩肌膚的乾癢 乾燥症狀 皮膚乾癢啊 你就會一直抓一直抓 其實最怕就是你抓破皮 然後反而引起了發炎 然後就是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有一些乳液啊 它也添加了一些 就是可以讓你止癢的一些成分 像台灣最有名的 就是這個曼秀雷敦 它加了一些 薄荷唇跟甘草酸甲的成分 所以可以讓你的養覺神經比較抑制 讓你的皮膚不會那麼的發癢 那今年他們推出了這個綠色包裝的草本系列 因為它裡面加了一些 薰衣草啊 油加利葉這種成分 所以讓你在擦的時候啊 會有一種很涼爽的感覺 以及就是舒緩的效果 其實對於一些比較不喜歡擦乳液 沒有味道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很多人常常會問 為什麼我的皮膚很油 可是到了冬天 還是一樣會乾燥發癢脫屑呢 皮膚會乾燥啊 其實就是沒有一個健康的皮脂膜 不要以為你的皮膚出油了 你的皮脂膜就是正常的 其實如果你還是一樣很乾 就是表示皮脂膜不正常 其實油性肌膚的人啊 是因為它的油脂分泌過多 可是其實它的水分可能不足 那一個健康的皮脂膜 要有適當的水分跟適當的油分組合 才能形成健康的皮脂膜 那油性皮膚光有油沒有水 所以養不起健康的皮脂膜 所以皮膚照樣就會變乾了 那如果你的皮脂膜不正常 不健康的話 我推薦你其實就擦一下凡士林 因為凡士林是最好 肌膚的一個封膜 就可以當成健康的皮脂膜 來保護你的皮膚不乾燥 那以下我就是要介紹兩款 就是含有凡士林成分的萬用霜 那第一款就是來自德國的AQUAVER的萬用霜 那這款萬用霜 其實在國外也相當相當的紅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一個美國歌手Sierra 他每次上口紅之前 他都會厚敷這個萬用霜 厚敷之後他的嘴唇就會 呆呆嫩嫩的 然後之後再上口紅就會非常的好看 他還會把這個修腹膏 當成他兒子的屁屁膏來使用 可見這個修腹膏蠻安全又非常的溫和 那他裡面其實有41%的凡士林的成分 那另外有一次我也採訪那個丁可彤 我搜他的化妝報的時候 他也大力推薦這個AQUAVER的修護霜 他說他通常都是用來當護手霜 或者是護唇霜 甚至他的小孩 他也用這個修腹霜幫他的小孩子擦身體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萬用修腹霜 接下來是我要介紹這個 來自日本這個Propeto的這個 百分之百的純凡士林 他其實是日本皮膚科醫師都會推薦的一個凡士林 而且他也是一個日本很有名的藥廠做的 那這款凡士林為什麼我要推薦呢 因為我覺得他實在是太神奇了 一般的凡士林可能會有點白色 或者是帶點黃色 我之前有講過就是他的精煉程度不同 顏色也會不一樣 那這一款凡士林啊 他其實幾乎是一種透明 表示他的精煉的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他已經把所有的雜質都去除 所以那日本其實很多家庭也會買這個凡士林 當成一個就是小嬰兒都可以使用的凡士林 那厚膚在你的皮膚上面 如果皮膚有需要保護受損的話 厚膚在上面 他可以達到很好的保護效果 當皮膚發生大崩盤 到底用厚膚的方式處理行不行 之前呢歌手鄧子祺在加拿大滑雪 然後他的皮膚就變得乾燥紅腫 然後他就用厚膚凡士林的方法 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就解決他的問題 這個方法在網路上成為討論的熱點 那我也問了皮膚科醫師 他是說如果是緊急的狀況處理是可以的 可是不建議日常保養 就常常用凡士林或者是乳液厚膚 那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勤快的薄擦保濕乳液 那可是我們皮膚啊 其實偶爾還是會發生一些 像是一些傷口啊 或者是口角炎乾燥的傷口 應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就應該要準備一些 隨身的萬用膏來解決這些狀況 接下來啊我介紹三款這種肌膚的急救萬用霜 那第一個啊是這個愛福美的這個萬用霜 那我自己其實也是愛福美的愛用者 因為他真的可以舒緩一些異味性的皮膚炎 那他裡面啊其實也是用他燕麥的成分 可以舒緩傷口 其實像這種萬用霜的用法啊 他不是用來均勻塗抹在你的皮膚上面 而是在你的皮膚上面有傷口啊 你就輕輕的把它厚敷 像是一個OK泡的方式 像這樣子厚敷 如果你有傷口就是把它厚敷成這樣 這樣有點像是一個霜狀的OK泡 它也可以防水跟保護傷口 所以用這個萬用霜可以幫你解決皮膚的一些緊急狀況 第二個啊也是一個在藥房能健度很高的這個 理膚保水的這個B5的萬用霜 我自己其實就是隨身攜帶這個萬用霜 就是說如果你皮膚有割傷啊或者是化傷 你就是也是薄擦在上面把它當成一個液體的OK泡 那它裡面啊除了維他命B5可以修復傷口 它還有一些理膚保水的溫泉水 還有像積雪草這種修復傷口的成分 其實也是蠻好的 第三罐啊是這個雅漾的再生修護霜 那其實很多人啊就是做醫美手術 如果皮膚有傷口的話想要幫他做一個很好的隔離的話 其實擦這個也蠻好的 那方法也是很簡單 就是點在你的一些需要被覆蓋的傷口 質地其實蠻濃的就是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把它當成一個OK泡 可以隔絕水啊或者一些環境的空污 那它裡面還有一些溫泉水的成分 也可以幫助你的肌膚做一個修復 保護你的肌膚不再受到傷害 另外啊我要提醒的是啊如果這些急救的萬用霜 它其實是用來急救用的 因為它都含有一些消炎抗菌的成分 其實是不適合天天拿來保養肌膚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隨身萬用的小護士就好了 那今天就是我介紹的一些除了凡士林之外 還有凡士林的升級版 就是可以保護你的冬天的皮膚不再乾癢脫屑的症狀 如果你還有其他保養彩妝或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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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對 或是 是 可以